是的 各位來賓您好 歡迎您《冰零》1957後 變化進永續發展演習會 本會議由外交部主辦 並由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 及台灣企業永續援訓中心共同辦理 今天為第二天議程 相關事項能否再為各位說明 您入場時將您去到上課鎮 今日的會議資料盡情掃描 上課證背後的QR Code參考 在研習會開始之前 以下幾件事情提醒您 1.提醒您本會議是逐白開水外進食飲食 2.攜售間的位置女生在偶數樓層 男生則在畸數樓層 3.提醒午餐序移架至4樓餐廳用餐 矯妝命牌背後的餐券即可領取便當 也請各位來賓幫我做確認 上課證背後的餐券分數是否正確 另外提醒有奢侈公務人員及玩家時數的來賓 請勸實做簽到及簽退 最後提醒離場時請掃描同一部上的QR Code 並填寫活動回饋單 明年將可優先報名 如果在會議進行當中有任何問題 歡迎聯繫我們身旁的工作人員 感謝您的配合 請監測將進入到第一場特邀演講 在進行第一場特邀演講之前 有請我們荒芋科技企業永續環境部 將歡迎亞太區資深協力為我們開場 掌聲有請將資深協力 謝謝 委員司長還有各位先禮大家早安 非常謝謝各位繼續參加我們第二天的議程 那我是今天早上的這個分享座談的主持人 那所以在這邊首先呢 非常榮幸的我們持續的第二名 邀請到我們的堂共政務委員 來跟我們分享有關於一些社會創新的議題 那麼首先呢也要恭喜這個 周委員就是您獲取2018年 A-Politico的這個全球二十大的 最具有影響力的政治人物 同時也經驗入圍了這個 只是獲選的百大思想家 所以呢 我想我們今天就以熱烈的掌聲 來再次歡迎我們堂共周委員 來跟我們分享今天早上的議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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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跟上次來這邊演講 其實我並沒有提到的掌聲 我講的內容都是特別決定的 所以如果現在有能夠掃QR Code的朋友 歡迎就直接掃出QR Code 那如果沒有掃QR Code的功能 我想要電腦的話 那也能夠歡迎直接到slido.com這個網址 然後輸入00724號標準輸入 那不管是掃QR會也好 或者是輸入這個網址也好 都會有同樣一個空間 那這個空間有兩個特色 一個是說是有點匿名的發問 因為我們知道在比較大的研討會裡面 舉手他問可能就比較消一些勇氣之外 其實講出來的問題往往可能也會打個八者左右 就是比較不會那麼尖銳 那但是因為是匿名的嘛 而且每個人都按髮學期 所以想到什麼就可以問什麼 那所以這是第一個號處 那第二個是說 如果你覺得別人問的問題 你也想要問 那這樣只要按讚就可以了 你就不用重複的再問一次 那這樣也有一個好處 就是我會知道說 在這邊可能三四十位朋友裡面 也許有五位有六位都對某個問題感興趣 那這樣子的話呢 我就可以先回答那些 比較多人感興趣的問題 因為站著數量比較高的會付到上面 那大概整個規則就是這樣 那我們從現在九點十分開始 還有五十分鐘的時間 那如果到就是十點的時候 上面的問題還沒有辦法 依應回答完的話 那就請跟各位說抱歉 那如果到那個時候維持 就是根本還沒有到十點 問題都已經回答完 而且也沒有人舉手 那我們就提早結束這個議程 不過從來也沒有提早結束過 大家也不覺得這一次真的會提早結束 那隨時大家如果舉手發問的話 它的優先等級永遠是包括螢幕上面的 所以如果我覺得 回答的沒有到這個 你本來提問的這個初衷的話 那也能歡迎舉手繼續追問 好 這樣大家OK嗎 OK的話我們就開始了 有兩位朋友們想要知道說 請問當前在國際上面 可以提供台灣在社會創新方面的接近 或者是Best Practice是什麼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 我們先界定一下 我們現在在台灣的新政院社會創新行動方案為主 在講的所謂的社會創新 其實是個意思 那這個是我們的 台灣的社會創新平台 它是雙語的 就是稍微按一下就可以切換一點 那這邊呢 我們可以看到 大概幾件事情 一個是說 我們要做的事情 最重要的就是找到 同個領域跟跨領域的合作夥伴 那這邊叫做Cross Sector Partnership 它本身也是一項SDG 就是歷史七項SDG 那這個歷史七項目標 當然它是跟所有的目標有關 但是你在這邊 可以直接的去把台灣的四百個左右 不管它分成公司 商行 合作社社團 裁判法人 供應社團等等的各種不同組織型態 未來還有大學社會責任的推動中心等等 都在這個上面去告訴所有人說 他們在工作的SDG是哪幾個 那這樣子的好處就是說 你可以很容易的找到 不但是在你住的地方附近 在跟我們做類似聽說的朋友 也很容易可以看到說 某一個特定的縣市政府 它特別關心的哪幾項SDG 因為我們知道現在很多六讀 然後台北 桃園 都開始寫自己的這個BOR 就是他們自己的有序發展的報告 那這樣子的話 其實在地的這些社群 才是最重要的這個貢獻者 所以一方面地區相關組織 也可以在這邊一覽無遺之外 我們也可以就這個177跟11 在這邊看到全台灣在做類似聽說的朋友 有哪些 然後由此去進行一個供應鏈上面的整合 那只要是在這上面有登記了 致力與社會創新的組織 有產品或者服務 那它整合進供應鏈 然後每年有人買到 像說500萬 那這樣子的話 那一個買500萬的朋友 我就會出來頒獎 這樣子 所以就是一個 讓大家能夠盡可能地 在取得你的供應鏈的來源的時候 多問一下說 一個永續的貢獻是什麼 那就是我們目前的情況 那剛剛這邊提到國際上面有沒有什麼 best practice 或者目前有什麼新的一些想法 那這是我們的部落格 就是blog.peters.twpeters 就是我的辦公室 才提出來的一個新的概念 那這個概念簡單地講 就是說 我們要得到每一個不同的部門 我們強化學員社 可能都有自己 縱向的智力的體系 但是在此之前 我們沒有一個很好的方式 用橫向的方式 把大家穿接起來 所以就很容易出現一個狀況 什麼狀況呢 就是說 大家奔頭地去做每一個SDG 可能做得都相當地好 也相當地有成績 但是呢 就不免呢 我們在一次看一個的時候 就會在腦裡浮起很多 好像大家有點互相在 就是競合這樣子的一個狀態 好比像說 在SDG裡面 有工業化 有這個促進經濟的發展 可負擔的能源等等 那這是一部分 那但是另外一部分 我們也非常注重 關於切後的容許 就是今天的會議 關於這個 就是SDG12 就是物質流的管理等等 那這兩個其實病毒是故事的 但是當你一次看一個的時候 慢慢就會有重生清晨的問題 又或者像說 我們在SDG裡面 特別也在講說 創新是非常重要的 那所有的人 都應該要網民網路 而且所有的新的概念 都應該要直接的 通過SDG4 盡快的讓大家發現 那在這個中間 尤其是透過數位的傳播 那也會有很多朋友說 那這樣子的話 對於消除一切的過頻等SDG10 那會不會有負向的一個影響 或像是有特別的 連上網路特別有 教育資源的朋友 才能夠接受到 永續發展的這些訓示 那其他朋友 是不是有點好像 被落在後面等等的狀況 所以 如果我們一次制片中 其中一個部門在講 不管是產 管理學 研社 往往都會有一個 那我們現在聚焦這個 那其他幾個覺得說 那在他的事情上面 是不是有跟他那樣講話 那是不是我是 沒有這個講話的餘地等等 那所以 這個呢 就是最近 就是聯合國也看到 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所以才發展出 所謂的COGraph 這樣子的想法 那想法非常的簡單 就是說 我們就不是 特別去問說 每個特定的目標 它目前的組織的獨立怎麼樣 或者是說 它的KPI如何 這些當然都還是 用公開資料的方式 呈現在各位前面 但是我們在做COGraph時候 我們特別就是說 對於每一項目標 我們都問所有的成員 說 欸 我們有不同的position 我們當然有不同的立場 sector的意思 就是有不同的立場 但是 大家在達成這個目標上 有沒有找到一些 共同的價值 那這個共同的價值 不是只是有其他的目標 本身 也包括說 我們採用什麼樣的路徑 來達到這樣子的目標 是不是大家可以出不同一個 那一旦我們建立了 共同的價值 我們是不是可以有些innovation 就是有些創新 能夠達成這些價值 而且也不把任何人靠在後面 那這個天氣還很炫 所以我馬上出去一個例子 好比像說 像我們 這是我的辦公室 這個社會創新實驗中心 那它是在仁安利四三端 就是九號 任何人在每個月三 早上十點到晚上十點 都可以直接來去找我講 四十分鐘的話 那我一定要求 就是說我的講話的紀錄 必須要公開的上網 這樣子有任何新的東西出現的時候 我們才能夠邀請長官學員 一些科技一起來看 為什麼我們現在 需要導入這樣子一個新的技術 那好比像說 你解釋解釋來講 其實我們前天 才在討論 好比像說像Segway 這樣子的一種 就是目前還不能合法上路的 這些兩輪的電動的載具 像e-scooter這些東西 怎麼樣子導入一個 事半的一個場域 那每一次有這種新的事情出現 它當然比起好像說開車 當然在環保上面的貢獻 應該沒有人會反對 但是呢 因為這個東西太新了 整個社會還沒有建立說 跟它進入社會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跟它相處 所以像設置這種東西 就變成一個 你可以很安全的來測試這個一個場域 那所以簡單來講 就是我們先 Coldhouse的重點 就是我們先設計一個Norm 什麼是Norm呢 就是大家面對一個東西的時候的 管理場規是什麼 我們先不要跳到法律 因為一跳到法律的話 好像就是你排除了其他的可能性 那這個場規要怎麼建立呢 就是像這些都是自駕車 但是是三輪車 那三輪車雖然同樣裡面說跑得快 但它有一個特色就是跑得慢 跑得慢的好處就是 它撞到東西就不會怎麼樣 所以大家可以在一個比較安全的情況下 可能時速只有六公里的情況下 先去試試看說 我們跟這些互動的方式是什麼 那又因為我們是在過程裡面堅持說 它必須要開放原始嘛 就是說它的想法 它的運作的方法 任何人都可以去改 開放硬體 也就是說 當你覺得這個一個眼睛 看起來就是不太知道 它到底在想什麼 你看很容易的 柴魚要變成兩個眼睛 哪怕它是開放資料 所以它看到的 所有一切周邊的這些分析啊 這些東西都可以 就是非常舊式的 分享給所有其他人 所以呢 它同時符合了 就是我們在產業界 希望能夠做一個技術的創新 但是呢 在學業界 希望拿這些資料去做更好的 好比像說 就是social study 去看大家在什麼情況下 更能夠接手 那我們的社會部門 也可以透過自己的這個使用的範例 好比說到建國花市 去買一盤花啊 買一盆這個之後 就可以直接放到上面的吧 但當作一個可以跟著你走的購物車嘛 那所以就是買到它快滿了 它就再交一台來 然後買到最後你就坐上去 它就送你回家等等 就是社會部門 可以按照我們目前 實際的時候的使用方法 去告訴技術者說 要怎麼樣子 來調校這樣子的參數 而不是好像說 這個技術一來 就是off the shelf 然後我們就 只能非常這個 鑽研它的技術部分 我們一開始討論的 就是它的social impact 那如果是討論social impact的話 那其實相關於原社各界 都可以加入這個治理的程序 所以我想cogeoff 就是分散式共同制的架構 這個概念 是今年比較新的概念 也是我們在推動所有的社會創新的時候 現在非常有意識地在去做的概念 簡單講就是不再會說 誰是主要的組織者 我們怎麼樣在中間取得衡品 因為新的組織者實在太多了 每天都還冒出來 只要有一個hashtag 就是有一個組織者 那所以我們現在問的是 大家立場不同有沒有共同的價值 那既然有共同的價值 那既然有共同的價值 我們給我們有些創新 照顧到百家共同的這個價值 所以不敢說是best practice 來人畢竟開心了 但是至少呢 看起來比起本來的這種 分門別類的這種廣告家 看起來是一個better practice 有三人朋友們問說 目前台灣的新創基地的空間相當多 離開台北之後 有空間 但是沒有人辦活動 這樣子要如何是永續發展 跟在於聯繫 這是非常好的一個問題 我自己呢 在這個社會創新實驗中心 剛剛講到的是每個禮拜三 有很多人都可以來找我 但是呢 事實上每雙周的大概禮拜二 或者是有禮拜五 我事實上是去找大家的 所以我就是去各個不同地方的 這種社會創新的一種基地 然後呢 它很可能是在高鐵站以外的 因為只要在高鐵站沿線 你坐高鐵來找我是非常的方便 所以我會特別去 就是好比像說 南投基基啊 這種內地嘛 或者是說 原住民族的部落 或者是說 伊道等等 那在台灣我們有一個很好的好處 也是 如果你覺得空間沒有充分利用的時候 可以 就是仔細考慮的 就是我們在台灣是實踐所謂的寬頻人權 這個本身也是一個SDG的項目 Profit as a human right 那寬頻人權的意思 按照這個蔡總統的證件 就是任何地方的人 不管你在偏遠 都可以至少有10Mbps per second 就是可以很清晰的 持續的這樣子一個頻寬 那如果你沒有的話 那是我們的錯 可以來找我 那然後呢 那在台灣當然因為一些 這個我們都知道的 很有趣的市場上面的一些 因素 所以現在這個4G 這個知道寶 各家電信 都只要不到500塊每個月 那這個也是在國際上 從來沒有聽過的一件事情 那所以這兩個factor加起來 再加上我們現在教育股 也會編列預算 讓就是新科剛上路之後的中小學 如果學生是沒有平板電腦的話 那也可以去給予或者是租賃 就是用非常低的價格 讓學生至少在學習的階段裡面 有平板可以用 那有一些 好比像說原住民族啊 或老人家啊 透過這個文件站 那其實也是有類似的 就是平板租賃的這樣子一個活動 所以簡單來講就是 每個人不是只有寬屏 而是也有能夠存取寬屏的設備 而且三年還會更新一次 那在這樣的前提之下 當我尋回到這些地方的時候 我雖然是自己下去 這個好比想說 金門 金門 飛到金門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不是一個人的 而是說在台北 剛剛講的社會創新實驗中 十二個部位的朋友 就透過螢幕 一起透過雙翔直播的方式 去聽取剛剛所講的 在地的這些社會專心工作者 他可能是社會企業 可能是合作社 可能是NPO等等 去分享他們在在地 碰到的實際的困難 以及中央的法規 擋住大家的部分 然後以及大家對於中央的想法 可能比較不了解的部分等等 這些都可以及時的進行討論 那在台灣我們說見面三分情 我們隔著高華視的螢幕見面 至少也有個兩分情吧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呢 大家就不會重蹈以前 我們在中央的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說地方的產官學顏色 它分別對應到不同的局處 這些局處都分別對應到 可能經濟部 國發會 教育跟科技部 然後研可能就是科技部 那社會可能文化部 甚至農委會啊等等 那這些呢 各自有各自的主管機關 但是當它碰到一個情況 不是單一主管機關可以解決的 它就會說我要會文嘛 我要會內政部 我要會經濟部 會回復部 但是當你回到第三次的時候 其實就只剩一張A4 紙上面寫大概30個字 那這個時候 其實本來的情況是怎麼樣 已經沒有人記得了 那沒有人記得的問題就是會腦補 那腦補當然很補啦 但是補的大概都是錯的 那所以地方就會常常說 那我們也有澄清 我們也有提案 最後中央也真的解決了問題 可是它解決問題好像不是我當初提的那個 那這個情況是屢見不鮮啦 那當然我們現在當然不太可能說 我們趕快把中央的部位組代成 17個這個永續發展目標作為部門嘛 這個大概不太容易 那但是我們可以以永續發展目標作為 共同的一個所以 把所有場次提出來的問題 對應到永續發展目標 然後呢第一個 這樣子大家的定義就比較一樣 就比較不會搞錯 然後呢民間所提出來的這些案子呢 每一個都會有一個很明確的定義 永續發展目標也還給大家 有一個非常漂亮的一個圖示 所以大家一看 就知道說每一個提案在講什麼 然後呢中央的部位 因為透過這樣子的視訊的關係 能夠雙向的理解到這個案子 它實際的目的是什麼 就在以後會好像會文 然後資料就消失了 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然後呢最後最重要的就是說 當他們即時想到一些解決方法的時候 因為整個過程都公開記錄在我路上 所以呢公務人員呢 他就有 due credit 也就是說他並不是孤單的 好像說如果做得好 都是長官的功勞 如果做不好 都讓長官都是怪他 就不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而說如果做得好的話 人民是直接看得到說 那這個公務員非常的專業 而且也幫我們解決我們的困難 那如果做不好的話呢 那反正都是這個機制 在幫大家分散風險 而不是這個公務員本人要擔全部的責任 所以透過這樣的方式 我們不管在台北、台中、桃園、高雄、花蓮、台東等等 現在都有我們的社會創新的中心 那這些社會創新的中心 平常呢如果沒有人辦活動的話 那最容易的方法就是我們去找 比較會辦活動的地方 台北、桃園、台中、高雄等等 然後呢我們就透過雙項視訊的方法 讓大家都能夠透過在地的這個據點 然後去參與這樣子一個 就是全國的一個活動 那現在其實這個機器已經非常的成熟了 所以其實很容易就是我們 像這邊加了一個攝影機 當然今天是錄影了 但是如果它是直播的話 我們就可以同時把兩三個會場 綜合成一個會場 那這樣也比較不會說有沒人辦活動的一個問題 那當時呢我們在設計這個社場中心的時候 其實呢是聚集了大概上百個不同的社會創新的團隊 所以大家看到這個組繡場就是喜漢爾基金會 他們的就是有湯市政的朋友們 因為我們看世界可能是透過文字跟數字 但是他們是透過幾何的方式來看這個世界 所以他們只要畫出他們看到的世界 其實呢這個就好像飯谷一樣 就是我們是一看進去就會有一種非常有創造力的感覺 那當時在這個有創造力的場域 我們邀請了上百家社創的組織 一起來討論說這個地方到底要怎樣安排 是大家最能夠接受的 再次就是有不同的立場 有沒有一些共同的價值 那大家可以想一想說 最後我們經過四場的討論 大家最共同的價值是什麼 那答案就是說 這個地方一定要有廚房 一定要有廚師 一定要一直有好吃的東西 因為當你聽到社會創新都是一個新的概念 你如果是在有好吃的東西 有很漂亮的這樣子創意的設計的情況下 你就比較會願意考慮這個新的做法 但是呢如果又下雨有沒有東西吃 大家都站著停的話呢 可能下次就是不聯絡了吧 那而且呢像我們這種每個月 每每每就是都會辦兩次以上 固定的活動 我們要大家再回來的方法 其實並不是每次提供多好的一個概念 因為概念再好可能過一個月的年紀 就是忘記的差不多如果沒有應用的話 但是如果食物好吃的話 你絕對會記得的 然後下次一定會回來 所以這個呢就是當時社創團隊 我們告訴我們說一定要有的東西 那這個是我們花了相當多的資源 專門就做這件事 那另外一個也是很重要 如果你是在活化當地的新創空間的話 也可以考慮跟這個主持者提一下 而且這個如果E-mail的話歡迎CC我 就是說他們第二個共識就是說 這個場域每天要開到半夜十一夜 即使是假日都不例外 因為有很多政府經營或補助的一些場域 他就是可能七點或六點就關門了 那這個時候我們做一個這個Event 在這個地方其實你是可以免費的去用這個場地 只要你講得出來一個活動 對於169項我們去發展目標的 就是細項目標有哪些具體的貢獻 你就可以免費用這個場域 所以我們隨時都可能有三四個活動在進行當中 但是如果七點就關門 那其實就完全沒有剛剛講的橫向COGov的可能性 因為大家關門就各自帶開了 因為他們只是在同一個場地而已 並不是說本來有什麼來不及的聯繫 但是如果從七點就可以開到半夜十一點 而且廚房只有好吃的東西的話 那這個時候大家就會願意去看到說 你在做SDG4就是教育 他在做SDG13等等 那這些是不是有可能中間有一些綜合效果 等於在每一次的活動之後 有四五個小時的時間 讓大家去把這種橫向的聯繫 在一個完全沒有設定議程的方式 用一個open space的方式去結合起來 那這個其實也是這個場地最主要的一個目的 所以我們也很高興我們幫助像台中等等 都爭取到這種就是養後關門的這件事情 那這個能比起任何策展的議程 其實才是真正讓人的空間火化的一個關鍵 有四位朋友們問說 請問唐振偉認為全球升溫二度之下 對於政府推動溫室CD減量的信心 應該這樣子講 就是說我們當然有問這個文管法 這個大家都很了解 然後也有一個減碳的路徑 但是呢 裡面政府能夠透過public policy 跟透過我們自己這個事態來做的 很可能是一個非常少的大數 大部分其實是所謂的habit change 就是我們要改變我們日常生活的習慣 那這個就讓我想到說 大概快兩年之前 我們在有一個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 就是大家可以提五千人連署的這個平台 那這個平台現在不在地方政府使用 我們監察院神記錄使用 那行政院也是非常的愛用 那在這邊大家就可以很具體的看到 我們在推動就是不管是CD減量啊 或者是循環經濟啊 或者數位經濟啊 所有這些部分 到底我們就是實際上到底在做哪些事情 而且也不是只是它的描述 事實上每一季看花了多少錢 做到了哪些PPI 開了哪些標案 所有這些東西都是一打無比的 而且大家如果隨時有問題的話 都非常歡迎來這邊留言討論 那當然在這個專區裡面 做這個溫室City的這個題目 包含在我們就是我們的BNR 在這邊進行討論啊等等的這個過程 留言的數量基本上就比較沒有 可能像長照啊或者社會住宅啊來得多 所以這個awareness啦還是要大家一起去建立 那在提案的這個部分呢 其實就有非常多的朋友提 跟就是減碳或者是循環經濟有關的一個題目 最近大家可能很悠感的一個題目 是在快兩年前有一位朋友 因為我們這邊用筆名嘛 雖然用簡訊認真但用筆名 他叫什麼我愛大祥大祥愛我 然後呢他就提了一個案子說 希望漸進式的禁止掉全部的塑膠的練習餐具 就是以塑膠系統為助啦 那在快兩年前提的時候呢 他瞬間就有五千多人在這邊響應 那我們環保書看到的時候呢 就覺得說這一定是某一位環團的前輩啊 才能夠一瞬間就聚集這麼多人的這個聲浪 那結果呢我們面對面跟他開了寫作回憶之後 一來給你十五歲的挑一一位小女生 然後我們就說他為什麼會提這樣子 因為這是他的公民課的作業 他的公民老師說要到我們的提案平台提一個 大家覺得最有共鳴的一個議題 並且把它經營起來 那所以呢他就挑了這樣子一個議題 那後來我們就因為這位朋友的提案 當然最後有成案了 所以今天大家這個都就是飲料都直接喝了嘛 等等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呢 我們就去回去看 會在這個平台上面提案的人的profile是什麼 因為我們兩千三百萬人嘛 那大概已經有六百萬人左右 遊玩過這個平台 我們就發現大家在上面花的時間來講 最常在上面花時間要過提案的 就是十五歲上下的這一群人 那第二個群落就是六十五歲上下的朋友 那這個是很有意思 就是說我們可以看到這兩個age group 其實是最在想公共利益的 最在想長城的十年二十年的事情的 那在這個中間當然可能時間也沒有那麼多啦 就是要上班嘛 然後在考慮的時候也比較是考慮到說 跟我在工作比較相關的那些話題 但是呢 六十五歲跟十五歲的朋友 真的是非常非常關心這種長城的議題 那這個planning horizon 就是我們要考慮要多長城 這個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永續發展的意思本來就是說 我們的下一代來生之下 期待所生活的世界應該要比現在的世界 要來得适合人居住 那每次做像這種發展目標 像是商量目標也是至少十年之後的這個事情 所以我們就需要一個不是只看一個季度 或者一個年度 或者四年這樣子的一個事業 那這個呢 十五歲的朋友是對他們來講是偏生的 他們本來就可以考慮到怎麼遠的事情 因為如果這個文時期沒有減量的話 他們是說叫做 at the business end of climate change 就是說受影響是最大的一代 所以我覺得我們既然今天的這個歷程的部分 叫做SDG for youth 我就想要提醒各位說 我們能夠做的事情是說 讓這些十五歲的朋友 當作我們發展的一個向導 即使他們甚至連公投的權利都沒有 還有三年投票權也沒有 還有五年這個真的是很糟糕 但是anyway就是他們的參選權利 我們還是不應該去剝奪 應該透過像聯署 像做總統梅林克松 像做各種各樣的撒核實驗 像透過像林太哈等等的這些組織 讓他們覺得說 事實上國家的方向是可以 他們就這樣子一瞬間就五六千人 那當然不是禮拜五走上街頭 在歐洲是這樣子 而是說實際上就可以跟我們的 就是夜館的談位像半毛術 能夠取得非常好的聯繫 那只有這樣子我覺得 才能夠去把這個信心給我們的下一代 然後讓我們的下一代 來臨到我們的方向 我們如果能夠做到這個的話 那這個信心就是真的是永續的 不然的話 如果完全top down的方式來做 但是可能十五歲這一代就覺得說 好像他完全沒有實力的空間的話 那不管我們這一輩或更上一輩 再有信心 這個信心只要沒有辦法傳遞到下一代 我覺得就很難去永續 那也是跟大家分享 有兩位朋友們問說 台灣在國際合作推展 永續發展當中有什麼強項 以及與哪些國家有合作的計劃 那這個當然如果特別是 國家對國家的合作計劃 其實你看我們的VNR裡面 國和會是寫的非常多 至少到國和會網站就可以看到了 所以我不需要在這邊念 國和會網站上面的資訊 那我在這邊比較提的是一些 我們沒有前國對國的關係的 但是 never do less 就是大家都覺得 我們的貢獻非常大的 這樣子一些例子 那我就舉兩個例子就好 我們每一年都會辦一個活動 叫做總統配黑客送 今天是第二季 也已經訂成了一個要點 那今天總統配黑客送 是第一次邀請國際的團隊過來 那在上個禮拜 再來有兩個得獎團隊 就是在馬來西亞去做公共採購裡面 去把卡特爾就是 我們這個叫什麼 維標 這樣子的狀況去把它找出來 而且也確保說 它真的能夠去 Fulfill 當初這個 就是類似我們工程會的 標案的這個精神 那這個是馬來西亞 但是宏杜拉斯很有意思 宏杜拉斯他贏的這個專案 叫做COST 就是COST 它是一個World Bank 跟Open Contracting Partnership 這樣結合做的一個專案 這個專案非常有意思 它是說 我們在進行一個大型工程的時候 以前都是需要這個Permit 需要我們的工程會 內政部啊等等 去進行一個License 那當然台灣有環評嘛 環保書也需要給它一個License 但是呢 除了這個環保的跟開發的之外 他們在推廣一個想法 就叫做Social License Social License to Operate 簡單來講就是在地的公民社會 在地的社區組織 在地的所有我們 傳統上叫社長 現在叫地方創生的團隊 必須要頁給它一個Social Permit 所以說我們歡迎在我們這邊 進行這樣子的一個開發 那這個Social Permit 要怎麼做呢 就是去把所有這些公民團體 引到一開始 類似像是可行性規劃的時候 這個狀態 而不是到比較後面 已經到攻佔的時候 的這個狀態 那這個就需要非常多技術來支援 那他們就很高興 對我們吳拉斯就很高興說 其實我們在台灣 我們的審計部 正在總統拜平歌頌的國內團隊 正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去做一個全生命週期的 參與式的一個平台 他們在做的事情呢 就是我們讓審計部 它是就是計劃執行的時候 去實際的去看嘛 去告訴大家說 我們在每一件事情上面 從一開始的先行規劃 到中間的就是從Project 或者是Contract 就是工程會那邊的就是 採購網嘛 然後採購網一直到審計部的管靠 然後一直回到國發會的這個 中場程的追蹤 這個東西本來都有啊 四個不同的網站 怎麼樣整合在一起 然後就像剛剛的那個留言板一樣 讓所有人能夠一目了然的知道 每一個開發案現在做到哪裡 而且有哪些社會可以參與的一個空間 那所以台灣我們現在這一套 正在就是包一包 然後翻整個西班牙文嘛 然後就可以跟洪杜拉斯 去建立一個非常好的合作關係 那這個當然它是我們邦交國 但是不是因為只是我們的邦交國的原因 而是任何正在發展中 想要在公民社會取得正當性 就是在民主化的就是中間的朋友們 其實都非常需要用這樣的方式 來建立它的正當性 那我再舉一個例子 這是去年的例子 去年呢 我們總統佩克森有五個卓越團隊 五個國內的團隊 其中一個優勝的叫做搶救水寶寶 它英文叫water safety 因為他們safe water 那所以呢 這些呢是台水提的一個案子 這些是台水的師父們 那他們就是聽一個好像注定器的一個東西 那台水我們知道管理這個全世界 最強的單一公司管理的骨髓管線 那裡面有很多還是塑膠管 塑膠管就很容易漏水 在地震之後等等 那所以這些師父呢 就是去巡迴全台灣 去聽這些塑膠管 那這個工作裡面有很多比較容易的部分 就是你聽然後發現沒有漏水 然後打個勾 然後當下一站 任何人來做大概都差不多的事情 裡面有創造的部分 就是你聽有漏水 然後你就要去找它的原因 然後去把它排除 但是呢 在封美歌頌以前 平均要兩個月的時間 從一個漏水發生 到這個漏水 真的被師父頂到 所以這件事情就是 它會造成相當多水資源的損失 所以這次他們的 在確認的提案 就是SDG的6.4 就是increased water use efficiency 那他們做的事情 就是做一個line上面的機器人 師父只要一醒來 就會看到它的機器學徒 然後告訴師父說 你現在師父你在這邊嗎 那你附近這三個地方 最有可能漏水 信心水準70%之類的 然後呢 他的一天就可以先去聽 最可能漏水的地方 然後如果真的有漏水的話 那他就可以花一整天的時間去想 要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他的工作就變得比較有成就感 而且呢也不需要浪費時間 在舊車勞頓上面 那在這裡面 就真的是產官學員 是加在一起 去把這個機器學習的模式 去把它做出來 我們以前在做這樣的事情的時候 就會貼上一張貼紙 就是我們就是解決我們自己的問題 但是呢 因為從我們黑客送 是每一個案子都會貼上一張貼紙 而且去翻證定文 讓國際的朋友們知道 所以威靈頓 就是紐西蘭的朋友 馬上就看到了 那當然他雖然不是所謂華教國 但是是理念友好國家 所以他馬上看到之後呢 就立刻請 應該是奧克蘭主廚吧 發了一個文國來的電報國來 然後就說 這個東西我們要 我就想說 現在有缺水 為什麼他們要這個東西 後來他們還真的開始有缺水問題 傳統上他們是不缺水的 但是因為氣候變遷 開始有地方開始缺水了 所以他們並沒有一套 像這樣子的系統 來解決缺水問題 因為本來沒有缺水問題的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 就是我T恤上寫到 台灣可以幫忙 就是不管你在意哪個遊戲 發展目標 台灣都可以幫忙 所以我們就直接介紹了 這個團隊 原班人馬 就去維林頓 又待了三個月 在三個月的總統 這個得到總統頒獎之後 馬上就去維林頓 又待了三個月 然後跟他們的水公司合作 去讓他們也是一樣 偵測一個非常大區的樓市 把它 narrow down 到非常小區的樓市 來這個 節省他們做檢測的時間 但是呢 當我們在做這樣子的分享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不是那種 好像就是比較 剝削性的 知名性的 而是說我們是共同創作性的 也就是說到最後他們還是 他們自己的這套新的演算法 但是當然他們也足夠相信我 所以才會把他們scada 就是他們的水流量啊 水壓啊 所有這些資料 全部都分享給台灣的團隊 那即使有錢很低 其實這個是一個非常高的 信任的表現 不然你不會把 你每一個小區的這個 水流量水壓這些 都交給另外一個 明年相信國家 所以這個雖然沒有錢很容易 也大概不是國對國的什麼談判 但是實務上 它是讓雙方非常的不幸 那以至於說 紐西蘭的同樣這一族人 他們今年啊 根本還沒有取得前五強的時候 在前十強的時候 就已經說 我們要這一對 那這一對是什麼呢 這一對果然我們現在在 不知道他們有沒有談錢 那這一對是什麼呢 那這一對是什麼呢 就是在台灣我們有 所謂農地工廠 那在農地上面 如果這些工廠的主人說 我真的沒有排放水污染 我沒有污染水源 那他必須要證明嘛 那如果他沒有證明 或者被人抓到 他真的有污染水源的話 那我們都知道 不管縣市政府怎麼想 排水台電 就對他停止服務嘛 這個最近才通過的 那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這些自己覺得 沒有污染的這個廠家 有非常高的這個 MOTIVATION 去證明他沒有污染 在他旁邊的這些農人們呢 也有非常高的MOTIVATION 去看上游 如果有污染的話 到底是能來的 那所以就像 大家可能有聽過空氣盒子 就是任何人都可以 自己加一個小盒子 不到三千塊台幣 去量片2.5的濃度 這個大家可能都已經很熟悉了 而且呢 大家不是只是量給自己看 大家是放到一個 分散式帳門 俗稱區塊鏈上面 大家就可以一目了然地 看到台灣的攻擊情況 那同樣的這個社區 現在的總統美的一個總統提案 就是去做水盒子 那水盒子 就可以自動的量測水裡面的污染 而且透過IOT的方式 直接把它上傳到雲端 那也可以透過分散式帳門的方法 確保誰都不能篡改誰的數字 那就很有意思 就是我們做一個叫做 incentive design 就是設計出來 讓不管是工廠 不管是農人 不管是現實政府 都很願意來sponsor 這樣子一個計劃 因為這對所有人來講 都是更小風險的一個情況 就是一個多贏的一個設計 那所以不管他有沒有得到 最後的前五名 紐西蘭都說 好 那這個 他們可以就先買機票 然後簽證就先看一下 我想說 紐西蘭有農曆工廠嗎 他們說 其實不是農曆工廠 他們有的是這個 洛農 就是羊辱牛的這些農人 一方面他們希望 他們上游的水是完全乾淨的 二方面有市民是 下游的游泳池 就會來控訴一下 他們好像有什麼 污染水源啊 大廠桿菌啊 什麼的 那但是他們的這些 就是羊農牛都說沒有啊 我們明明就做得很好 然後就進入一個 就是工手工有力的 這樣子一個狀況 那所以對他們來講 這個水盒子 真的是非常好的一個概念 而且他們在聽 是沒有這樣子的技術的 所以我們台灣的階段科技 可能又再一次的 可以跟紐西蘭去做合作 當然其實這裡面 每一個都 就是有外國的朋友們 表示興趣啊 只是這兩個是幾乎 已經確定坦承的 所以在這邊就是 因為有就是錄影會公開嘛 所以就是跟大家分享這件事情 所以我想這裡的重點就是說 我們在解決問題的時候 我們只要把我們解決的問題 聯繫一下具體的 去發展目標 那麼其實國際的朋友們 都有多麼類似的問題 現在大部分的這類問題 都是全球性的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的這個能量 就可以非常快的 去讓國際的朋友們 能夠看到 那當然如果他在國內 得了前五名 到底會發生什麼事情 那這個前五名的獎杯 其實是獎勵給這個 我們叫做Trading World Team 就是每一個得名的團隊 我們到最後都會輔導他們 裡面有公務人員 有技術的專家 也有領域的專家 也就是說公務門 私務門跟社會部門 都會在這個團隊裡面 那在這裡面呢 他們花了三個月的時間 去做出像這樣子一種 很有趣的prototype 那所以呢我們的獎 沒有獎金 因為裡面一定有公務人員 所以是沒有請的 那總統頒一個獎 給每個人 每個人都會做獎杯 做獎杯是什麼呢 它底下是一個微型的投影機 然後呢這個投影機 只要一打開 就會投影出總統頒獎 給你的畫面 那這個是非常好用的 就是如果你是一個公務人員 然後你的局處長 覺得說這個 沒有經費做這件事情啊 這個需要跨部門整個溝通啊 很麻煩啊等等 你就只要把獎杯 往桌上一放 然後把投影機投出來 然後我們這叫神處派 就請這個總統 出現在這個會場上 然後忽然之間就是 就要錢有錢 要人有人了 因為這個就是一個 總統的承諾 就是不管你花三個月 做出什麼事情 它只要跟有去發展目標 sustainable infrastructure 有相關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在一年之內 一定就會把它納入 變成市政計畫的一部分 等於是說你花三個月 做出來的research 那這個國家幫你養 這樣子 所以這個過程裡面呢 我覺得這個是 做social environment的人 能夠獲得的 最好的獎勵之一 就是它實際 立刻變成市政計畫 的一部分 所以這是我覺得 我們的強項 因為我們的民主 夠新 夠 nimble 夠有彈性 到我們能夠去把 永續發展的這些 民間的一項好主義 直接變成我們的市政 目標的一部分 而且去跟其他國家 有具體的合作 有六個可能會說 政府藉由地方創生的政策 進行永續發展目標的落實 但政府呢 或者建議 部會如何有效的 把永續發展目標的理念 融入政策的框架 和實行當中 做不好 因為我國永續發展目標 拼裝的太驚人 永續會也沒有這個能量來落實 又不好 這個我們就知道 匿名題為的好處 很像舉手 大概這個就要打到六折了 那這邊先講一下 就是說其實永續兩個字 因為在台灣一開始是 以環境的這個脈絡被永續 所以現在大家聽到永續的時候 常常還是想到的是環境永續 就是我們在地脈絡的一個 就是不可避免的一個情況 那所以我們現在大部分的時候 我們都是在用這樣子的方式 來強調永續發展目標 他特別在講的就是說 當然環境永續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沒有環境的話 那根本沒有想要可以做 那但是這畢竟也只是 17個目標裡面的 十七分之四 那在這裡面也有非常多的部分 是包含經濟上面的永續 尤其是確保說 我們還是可以看GDP 我們還是可以看這個 所有的Domestic 這個Income 我們還是可以看購買利品價 但是呢 永續發展目標告訴我們 就是說 你要看的是十年以後 二零三零年的你的收益 你要看的是可能更後面 你的這個所謂的 一個long term的benefit 那其實有一句話 叫做這個什麼 力道強力人變成力 就是說當你在這個短時間裡面 看起來好像是要追求活力 但是呢 你不免就會犧牲一些社會 或者是環境的東西 但是當你在想的是十年 或者是二十年之後的活力的話 那其實到最後能夠做出來的決策 其實我們看大企業的sustainability report 其實跟環境團體 或者人權團體在主張呢 看起來根本沒有什麼兩樣 因為當你足夠長遠到下一代的複製的時候 其實每個人想的其實都是差不多的事情 所以這一部分其實很需要我們的努力 就是去把我們要循環經濟 它的循環的部分大家已經很了解了 但是它的經濟的部分 就是現在叫upcycling eco-design的這些部分 這個就可以需要大家去幫忙宣導 因為這個才是往經濟的方向去銜接 那我們自己 像不像我是數位政委 所以我自己是在專門做第17項 所以剛剛我們說每個團隊 都必須要就是用具體的目標來定義他們 那我在做的事情就是 像剛剛看大家看到的 透過我們暫時賬本 透過高速的運算 確保說每一個部門提出來的資料 彼此都可以相信 在這個過程裡面 確保大家可以結合成一個有效的 夥伴關係 然後以及 當我們在跟其他國家互相互動交流的時候 確保是一個共同創造的概念 而不是一個好像不斷的要求專利費 的這樣子一個概念 所以我想這三個加在一起 就可以相當有效的去 讓我們每一個部門 不會特別覺得說 好像永續到最後 都是要為環境服務 並不是這樣 永續最後是要為下一代 下下代期待之後的福祉服務 那這裡面的福祉 當然就包含經濟的社會 跟環境的部分 所以我想就是我們在環境的過程裡面 我們現在有所謂的就是 綜合式的跨物會的KPI 我們把細項的KPI 讓物會去自行環境 我們盡可能的讓地方創生的過程裡面 每一個地方的KPI 還是由那個地方的城管學員社 自己去把訂定出來等等 這些都不是要求公務門去做組織改造 它比較像這個文化的轉變 就是本來是我們要 就是在中央幫地方去設想 但是現在有至少10%的預算 比較可以像參與時預算的方式 透過地方創生的方法 讓大家能夠就事論事的 大家看著共用的這個資料庫 就是 Enhance Availability of Reliable Data 這個可能很多朋友知道 就是Tesans 就是我們的地方創生的資料庫 大家看到相同的事情 好比像說某一個地方的某一個區 它的人口所有的經濟產業 交通觀光土地住宅 環境教育文化社會 醫療等等 然後呢 當你要做某一個特定的題目 要比像說去讓這個 自然增加率 人工增加率 能夠增加而不是減少的話 那你至少大家都可以就事論事 有一個reliable data 然後能夠去跟旁邊的不同的行政區 進行比較好的這種討論 跟分工合作 所以我們從公務部門的角度來看 我們在做的就是大概八個字 就是權力支持絕不主導 就是民間自己去設定他們的議程 但是在這個中間 區公所以上所有曾經都去參與 在參與的過程裡面 把我們的市政目標盡可能好 就是調整到契合社會部門 回過頭來告訴我們 哪些對社會部門最為重要 所以像這樣子 一定也就是所謂的 COGAF協同式治理的一個方式 我覺得是比較能夠實行的 那當然它並沒有一個既定的框架 它最多就是有一個時間空間的框架 就是說地方只要提出願景 隨到隨身 每一按都有進行輔導等等 那這個就比較不像舊的時間框架 就是你要每年七月才能夠提案 七月才能夠合校 那所以就是前三個月都花在寫計劃 後三個月都花在合校 每年只有半年可以做事情 等等這個情況 那而是說變成一個即時的 continuous的 real time的 這樣一種 governance 所以這個呢 我覺得並不是去做主持改造 而是去做跟民間互動的 時間設計跟空間設計 上面的一個改造 這個是相當相似的一個題目 政府部門目前行政上還是叫做本位主義 如果促進政府部門共同討論共同解決 共同達成SDGs目標 而不是形式上的會上 然後各自為政 那因為這是personal question 就是我的辦公室怎麼處理這個問題 我的辦公室 我們知道在行政院有九位政務委員 那我們知道有32個部會 這32個部會 我就說他們的頭是所謂的 Vertical Ministry 就是垂直的部長 垂直首長 那我們九位呢 就是Horizontal Ministry 就是橫向融通的 那我們的組織編制 也是非常有彈性 因為每一個部會 都有它的組織規程 那但是行政院的是 就是非常多事業的空間 所以呢 我們的辦公室其實就是 每一個部會 派一個人自願過來組成的 所以理論上 我可以有32位同事 因為32個部會 那目前我只有22位同事 意思是說有某些部會 還沒有派人來 還沒有很習慣這種 徹底公開透明的 這樣一種運作方法 好比像說國防部 就從來沒有派人來 我不知道為什麼 那但是呢 所有這個對民間的部門 也是跟優勢發援目標 比較高度相關的 好比像說內政、文化、通傳、教育等等 那大家就是可以想像 就是這些比較低限的部分 都非常願意派人過來 那當我就是做任務 大概快滿一年的時候 我們就很高興看到 外交部也有派人過來 那外交部派人過來 本來是郭祖司的外賣棒 那接下來是北美司的運行棒 那據說後面還有大概快十個人在派對 那但是我們每次只能請一位過來 如果十個人都過來 我們就變成外交部的一個科了 那每個部位派人過來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說我們所推動的 所有的優勢發援目標相關的計畫 都是每個部位派來的這些朋友們 自己提案 自己去找畫部位的朋友們的支持 然後自己把它完成 我是絕對不打考基的 在我這邊每個人考基都自己打 評語都自己寫 然後呢這個晚上六點一定都下班 所以當然我就呼籲很多人來 可能是這個原因 就是工作品質比較好 就是生活品質比較好一點 但是當然所有六點下班 其實是有點開玩笑 因為我們全部都是在線上作業了 所以常常我們六點下班才開始上班 那所以我們一次就可以看到 哪些部位來我們這邊的朋友們 有亮綠等等表示現在在線上 所以他們在做的所有的事情 我們都必須要用work out loud 就是不怕別人不知道 只怕人不知道 這樣子的觀念在進行工作 所以每一次當我們在想 這樣子的工作的時候 所有其他的部位 甚至是故宮 對,故宮也是內閣的成員 甚至是故宮也可以看到說 所有其他部位有哪些 可以貢獻進來的這個部分 所以好比像說 我們剛剛講的那幾個 總統買黑客送的例子 那很感謝這次外交部的幫忙 那經濟部的可能就是次長等等 也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概念 那他就會去結合可能就是 重企處啊,工業局啊,國貿啊 等等這些系統 那但是當實際要運行出 一個新方案的時候 他們又可以reliably知道說 在我們這邊有一個長時間參與 這麼一個同仁 那可以當作他們的窗口 那他們在想到什麼事情的時候 就不用像以前那樣揣摩上衣 就是事實上 所有部位來這邊的朋友們 就是上衣 他並沒有什麼上衣可以揣摩的 所以我是一個 就是純粹facilitative 就是引導大家討論 促成大家討論的這樣一個角色 而絕對不是幫同仁下年齡的這樣一個角色 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下 其實這個文化慢慢慢慢就會擴散到他們的部位裡面 我們也在每個部位裡面 有所謂的開放政府聯絡人 就是像媒體聯絡人是個媒體聯絡 國會聯絡人是個地方委員聯絡 開放政府聯絡人就是跟所有 像剛剛講的15歲的朋友 已經連數5000人 想要我們做一個檢探上面的一個 檢索上面的一個改變 我們如果不好好回應 他們禮拜五就去大課了 等這樣子的一些朋友們 能夠及時的去 不是大家吵著要把持 不是口部的草 而是要到廚房一起敲敲機 也就是火部的草 那在這個口部的什麼換成 火部的草的過程裡面 其實就讓公部門減少很多 就是 fear and uncertainty and doubt 大家以前想到時候 跟聯絡的網友見面 往往想的都是飯桌啊 等等的這樣子的情況 但是呢 到我們一開始就已經把共同的價值確立 而且也能夠告訴大家說 我們事實上也跟大家有相同的價值 而且我們正在做 而且呢 我們透過好的這個機制設計 他不要說 對方也不通不揚嘛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就會有一個非常理性的討論空間 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也可以看著大家公共感受 然後分享出我們在遊戲發展目標上面 其實公共跟大家是站在一起的 那這個就不是形式 這個就是文化上面的一件事情 那因為實際的關係可能最後一個問題 在商業周刊上面 看到關於平方投票法 也就是QE的應用案例 有沒有可能應用在公部門的政策的 形成的過程中 我先講一下什麼是QE好了 QE是這樣的一個概念 好比上說 今年有上百個民間公部門 跟學姐提案總統被黑客送 因為去年的五個得獎團隊 我們搬來獎給他之後 一年之內通通變成市政目標了 所以我們就比較有公信力 就說你只要收到獎 我們真的不盡一切代價 去把一個想法變成市政的一部分 那所以今年就更踴躍 這方面比去年多很多 好那這個就像是一個問題 我們只有可能實際位評審 你要我們據悉迷地看完一百多個提案 事實上是不容易的 所以說呢 我們就引入了這個公民的參與 那這個參與呢 是需要很好的設計的 如果你是透過一個很naive 有點像是Facebook上面 大家的這個活躍部的投票的方法 那一定馬上就是灌票 大家分頭來召集 召集來之後呢 就全部關到一個案子 那另外一百多個是看都不看 然後就離開了 那尤其如果它有一個 即時的排行榜的話 那就會第一名跟第二名在那邊 就是爭奪嘛 第三名以後好像都沒有人看到一樣 它比方說像身份證在設計 就是這樣子一個例子 希望大家已經不太記得那件事情了 那但是無論如何呢 我們現在的一個設計 就是透過平方投票法 你一進來也許你是被動員來的 好比像說這個Fix Taiwan 它是非常有動員力 好 那它就動員來 但是呢 你一下子進來之後呢 通過手機簡訊認證之後 就會發現說你有99個點數 而不是99張票 點數跟票是什麼不一樣呢 這99的點數你可以投99個案子 每個個投一票 這是OK的 但是當你開始投這個一票 你就花了一個點數 但是呢你如果要投它2票 你就要花加起來4個點數 就是第二票是要花3個點數了 那如果你要投某個案子3票 要花你9個點數 4個票要花你16個點數 也就是說你99票全部換下去 只能投9票 然後81個點數 你還剩18個 而且你不能再投下一個 那所以這個設計就有兩個效果 第一個是說沒有人會想要浪費那18點 所以他就會去看別的 去看說一有什麼 哪些東西看起來也不錯 然後呢他就可以投個4票下去 他又剩2點 所以他必須再看兩個案子 然後這個時候呢 很多人就已經發現 這個案子可能比本來那個關9票的還好 那這樣子我就收個幾票吧 跑來投資點 就自己開始配票了 所以這個配票的活動 就是讓大家在這100多個案子裡面 不但願意多看清 而且可以找出他們之間的總會效果 這個就是永續發目標的一個 非常好的一個展現 就是當你多看之後 在腦裡就會形成一個圖像 就是所有這些目標 事實上都是彼此相關的 這個本身也是SDG form 就是永續發目標的一個 教育的價值之一件事 就是大家不會想要浪費票 因此會去配票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說 因為每一票它的邊際成本跟邊際效果 是相反的 所以當你在拉別人來投票的時候呢 我們也看到非常多的專案 不會說全部還給我們 而是說我們兩個來聯絡行銷 因為我們這兩個最有總會效果 然後呢就可以平均的配票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就可以說 我7票你也7票嘛等等 那同樣的大家在過來的時候 就會在腦裡同時裝幾個有總會效果的概念 所以這一屆選出來的20隊裡面 其實30%的權重 都是靠平坊投票法來達成的 那我們也把整個的紀錄貢獻給 就是所有的學術界來研究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不管是平坊投票法也好 或我們常常用的另外一個叫做Policy也好 都是有一個同樣的一個效果 就是說我們可以讓大家去贊成去反對 贊成的反對可能都有它的強度 但是呢沒有什麼呢 沒有回覆沒有reply button 因為我們只要有回覆 那時間最多的人就贏了 因為他就只要不斷的提出這個 非常有爆炸性的論點啊 有市面市體貼一些貓咪圖片啊等等 那大家力氣都被浪費在那些回覆上面 就不會再去看其他一百多個不同的提案 所以你沒有回覆 只有up or down vote 那可能有一些權重 大家就會真的看到我們民主社會的一個 現實的實際的情況 就是說大家在媒體上面 或在社群媒體上面 看到大家有劇烈爭議的 可能只有五件事情 但是這五件事情浪費了我們 95%的注意力 但是透過一個好的空間設計 包含各位今天用的slider都是一樣 它是沒有恢復功能 只有up vote的功能 大家就可以發現說 其實大家想聽的 大家的價值 大家選擇出來的公共選擇 大家選出來的從我們黑客 從我們團隊 其實大部分人在大部分的情況下 對大部分的事情 是大部分彼此同意的 只要我們能夠達到這樣子的情況 並且讓所有人能夠看得到 就不會有一次公共選擇結束之後 一半的人覺得自己是輸家 或甚至三分之二左右的人覺得自己是輸家 這樣子的情況 而且大家都可以看到說 不管最後出現的是哪些公共政策 因為永續發援目標 它的環境 它的經濟 它的社會是彼此串聯的 所以無論如何都對你正在贊義的價值 是有貢獻的 那我想就停在這張簡報上 那我也覺得這是接下來 推廣永續發援目標的時候 我們在不同的部門 要彼此互相提醒的一件事情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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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